大家好,今天来看一下金秀贤徐瑞芝 这组CP组合 在5月份的时候我测了宣斌孙义珍 说他们比较般配,容易在一起 果然在最近官宣了,好像是在1月1号吧 韩剧CP票选第一名 他是韩国网友票选的,第一名 和我的意见是一样的 英雄首先略同 今天来看一下第2名,金秀贤徐瑞芝 他们是韩国网友票选的CP组合第2名 来看一下金秀贤他是88年2月16号水平座 徐瑞芝是90年4月6号白羊座 金秀贤塔罗命牌是一张力量牌 力量牌是外表是女性的 和他的气质比较符合 名字,长相都感觉比较柔和 内战是坚强的 能够适应环境 而且能够降服这头狮子 克服困难 外表是比较柔弱的 内心是刚强的 徐瑞芝呢 这是一张女祭司 给人的感觉是一种 有点高冷 有点距离 这张和他的这个气质也比较符合 那个长相 其实这个是比较 这个也比较符合的 这个女祭司的话就是给人一种距离感 但内战是比较火热的 只是有点没有表 就是隐藏的比较深 说的通俗有点 有点闷烧 这个意思啊 那么两张牌组合在一起 这种CP感就降低了 这种关系更适合于工作 一个是助阵指挥 一个是在外执行 你说这种是很有CP感 如果说这力量牌改为是愚人 那这个就有感觉了 你说这种 两个人搭档在一起合适吗 合适 如果一起工作 这没问题 一个是助阵指挥 一个是在外执行 这个比较般配 外楼内钢 一个是外冷内乐 这个组合还是比较完美的 至少在工作上是这样 那么来看一下命盘的组合 上面是精绣型 信金生在营月坐下车土 按格局来说叫偏财格 都是心丑日 所以都有一点类似之处吧 这个财心比较重 就喜欢这个笔节来克制 那么笔节是什么呢 就是金嘛 女生叫徐瑞芝 她这个天干的笔节比较多 就刚好又是金 那么能够帮生 所以两个人在一起的组合 那对谁更有利呢 很明显是金秀贤更得利 因为她的这个笔节能够帮扶 能够克制住这个墓 那对于这些女性来讲 她是生在成月 为季寸 4月6号 她是刚好过了这个清明节 那么初春也是在这个 可以理解为当中墓来看 那笔节太多 那么需要火来克制 那么无火 她的墓能够生火 但是她的是间接来生的 那么彼此合作的话也行 但是一定程度上来讲 那么双方谁受益更多一点呢 那很明显是金秀贤嘛 那有些时候啊 票选的第五名 那么由此可见 他们的演技都在线 感觉很般配 但是内在的 或者说这个现实当中 这种组合是很难在一起的 你说他们是 两个人是在一起惯训了 这种可能性就很低了 这种关系呢更加 适合于这个一起合作 你刚好本身就是财星嘛 财星来帮扶求财嘛 这才是工作嘛 工作来帮扶 那很好啊 所以是工作上的 或者说合作关系 合作伙伴 这没问题 那你说他们的组合是这种CP 这种就很难了 这种 有点个性格格不入的感觉了 本身啊 这个是这个按年名来说 物诚嘛 物诚为大陵墓 女方呢是 耕舞为路旁徒 木刻徒 纳因相克 这个 新丑 新丑为闭上土 这也是土 拖和土比和 土为硬心嘛 硬代表什么 工作 所以呢 合起身材 所以这个CP呢 虽然说是 这个组合呢 是第二名 而且你看这脸型呢 比较搭配 都比较小 脸蛋都比较小的 感觉 但这种更加类似于这个 真的是合作关系嘛 所以啊 有些时候啊 可能看出很般配 但这种人 合作比较好 或者说这种 在工作上的合作 会好一些 那你说这种 呃 两个人在一起很明显 这个就比较般般配了 从 啊 两个人长相面相来看 明显这个更加般配一些 这个呢 虽然说 好像都比较类似啊 脸型都很像 但这种的话 嗯 兄妹关系 或者说这个上市与 上市与这个下属啊 员员工与这个领导啊 会更好一些啊 所以综合参看 例如他们CP组合的话 嗯 难啊 合作关系比较好 嗯 彼此合作的话 对金秀贤更有利一些 啊 从这个来看也是如此啊 他们这个 今年跟子明年薪酬 那对 对明显是对男性的生意 更加有利嘛 那对女生来讲 跟子年之物相冲啊 用身都被冲走了 20年肯定不是不是很顺畅 虽然 他们 在一起合作的是 啊 6月20号已经是 啊 已经 啊 这部剧已经播了吧 6月20号 虽然是精神病 但没关系 这种呢 就算了吧 嗯 20年 对女方是不利的 对男生倒还好 你这种组合的话 你很很难在一起了 一个好 一个差 两个彼此都很好 而且都有这种运啊 那你说在一起 这个就 好吧 姑且看之吧 啊 希望他们都越来越好啊 演技再现嘛 说明啊 为什么会票选他们第五名呢 说明了演技很好嘛 顺便来看一下吧 那女方也是有火的 演艺界嘛 有火比较好啊 组合来升福 但是今年啊 算了吧 明年相对说好一些 但是想要有大的发展 不行 未来两三年都难 好吧 就讲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